早 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初埃及记的35章 摩西召集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 这是耶华所吩咐的话 教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 第一次要为圣日 当向耶华守为安息圣日 凡自日之内做工的必保他自死 当神和百姓在立月 摩西起来带领百姓按三上指示 建造会母 第一件事情 摩西重生安息的重要 他要先安息后施工 所以我们要先敬拜神才来服事 以色列人奉献物件来建造会母 圣经有一个原则 神的工作大多经由人的摆上才可以完成 人时步道宣教施工或饮会 或关怀施工或建殿施工 都是神透过人去完成 会母的设计是神在西乃山上指示给摩西知道 但制造出来是由人去参与来建造 首先要有建造的材料 是由百姓奉献而出 他们的奉献是出于神的吩咐 是神要人参与 但却没有硬性规定人要奉献多少 神看重人乐意的奉献 凡心里受感的都甘心乐意奉献 当中包括妇女 所以无论男女都有人甘心乐意献礼物 灰墓是人敬拜神的地方 而神重视人要将心归向他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以色人第一个可以奉献的是 他们拥有的物质 包括金银铜 颜色线 三羊毛 羊皮 海狗皮 及造假木等 还有胸前针 耳环 戒指 宝石等首饰 第二是心中有智慧的 可以奉献他们的材质 去帮手建造会幕的器具及礼服 如果财物不多 则可奉献自己的劳力 技术和创意 神先把事工交代下来 神看重会幕的建造 人要做对的事 神一再提醒要谨慎 要按身上的样式 每件事情都是重要的 然而 人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更是重要 所以做对的事情 比做好事情更重要 摩西对以赞说 犹太兹派中 护儿的孙子 乌立的儿子比萨列 叶华已经提他的名造他 他能做各样的巧工 叶华又使他和胆兹派中 打西沙漠的儿子 雅和利亚伯 心里灵明 能教导人 神特别提到 他拣选了比萨列和雅和利亚伯 用圣灵充满他们 给他们智慧聪明知识 可以做巧工 可以解决问题 能教导人 这两个 公投可以训练 其他人做帮手 小朋友这里告诉我们 是神使他们完成这些的工作 是神把各样的智慧 聪明恩赐和才干赐给我们 为了使我们能够服侍他 能一起建立神的家 这里的景象是全民参与建造会幕 每个人都是处于甘心乐意 教会需要你和我一起献上 一起同心和利建造 让我们一起献上 你所有的来完成神所 给我们的大使命 约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